今天我們特別召開這個秋豆的新鮮記者會 先跟大家預告一下 我們11月17號我們的秋豆 即將在這個禮拜天要登場 那跟各位預告一下 秋豆11月17號在這個禮拜天下午1點 在凱達 不好意思我們在那個地堡的第一站 我們在第一站在地堡出發 那我們還是延續去年我們人民向左轉的議題 今年的議題呢就是人民向左 國家還我 我們質疑的是在這個拼金季的後面 是在衛水拼金季 這個經濟的後面真的可以 創造台灣人民有更多的就業機會嗎 答案是火定的 我們很清楚 天經濟的後面 政府是要引進更廉價的勞動力進來 我們請問一下 勞動力 年假的勞動力進來的以後 是在為哪一些人服務 勞動力 年假的勞動力進來的時候 請問我們台灣的勞工的就業機會在哪裡 台灣在一個什麼樣的狀況裡頭 我們看到的是我們的執政集團 馬英九或者在馬英九前面的這個這樣一話 我們覺得他簡直像傀儡一樣 還有看起來有馬王鬥爭 其實他們根本在同一條船上 那這一條船呢 目前 洋洋傻傻開出就說是自由經濟島號 要把台灣變成整個自由經濟島 這恐怕是馬王之間最大的共識 一路向右傾斜 在這個向右傾斜裡頭 我們看到福茂通過了 為了資本家的利益 我們看到在年金拿來恐嚇我們這些受僱者 說使用者不付費年金就會倒 然後核四非蓋不可 就算是有二十萬人上街頭 就算是我們已經看到福島的災難在眼前 就算是我們很多的媽媽爸爸站出來 覺得憂慮我們的下一代 但是核四還是在執政團隊裡頭 堅持要繼續往前蓋 為了再創GDP 然後我們又看到這一連串的進口油 這一連串的食品安全的問題 然後我們的江儀化院長居然還說 他們家大部分吃的是進口油 然後再來我們大家不要忘了 去年秋鬥走上街頭的時候慘發會 我們的大資本家大資本家非常清楚的說出來 你們再炒15K都沒有 還有以及我們前一陣子才看到我們的我們的大財團在說 250萬一瓶一點都不算貴 所以這一次我們的遊行要從地保要從地保出發 我們看到的是我們的執政團隊一路向右傾斜跟資本家的利益緊密的結合在一起 不只是給他們免稅收不只是給他們土地的優惠不只是給他們行政的便利 不只是領進延價的未老沒有上限這些所有的措施都是為資本的利益結合 另一方面呢我們看到在稅收上面給他們國庫的虧空越來越沒有上限 我們國庫為什麼虧空因為我們的我們的稅收其實給了資本家太大的利益 一再的減稅各式各樣的減稅法在過去這四年來我們看到是血就說血肉淋漓啊 那另一方面對勞工來講勞動的彈性化其實讓很多的工人根本沒有辦法生存下去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在這樣一個自由經濟打號 台灣的人民過的生活其實是越來越苦不堪言 我們可以看到馬政府在昨天在昨天的國民黨權代會裡面說 他還宣稱他自己的政績帶來台灣有六個升級 請問在座的夥伴們我們看到台灣升級了嗎 我們台灣升級了嗎 我們台灣社會是不是變得更下流 所以台灣的人民更加的苦不堪言我們該怎麼辦 我們要打起我們的左拳頭我們握緊我們左的拳頭 打出我們的左勾拳挑戰這個自由經濟倒號 讓我們一起來喊請大家打出我們左的拳頭 一起來喊人民向左 人民向左 國家還我 國家還我 人民向左 人民向左 國家還我 國家還我 人民向左 人民向左 國家還我 國家還我 我們要呼籲 我們要讓所有的台灣人民看到 10月17號秋冬我們一起上街頭 團結在一起挑戰這個自由經濟倒號政策 挑戰在這個自由經濟倒號上面 拒絕這些筷子手的總統 總裁 行政院長 還有資本家 繼續統治台灣 讓台灣人民自主的力量站出來 建立一個更公平民主的新社會 大家加油 加油 我們再來喊一次我們口號 人民向左 人民向左 國家還我 國家還我 人民向左 人民向左 國家還我 人民向左 國家還我 人民向左 人民向左 國家還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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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在今年看到的 遠的不講 光看今年這個油的事件 我們就看到 過去我們提的各種問題 包括像剛剛提到的派遣 現在政府已經是最大的使用派遣的單位 台灣派遣勞動已經超過50萬 台灣的產業勞工只不過250萬 這次油 大家看到 當裡面的勞工還在領基本工資 退休金都會不保的時候 你怎麼可能期待他出來跟他的老闆對抗 當沒有對抗的力量的時候 特別也要跟一般的消費者講 過去勞動就是為了壓低 勞動成本 我們反對派遣 我們反對委外 現在換了一個好聽一點的名詞 叫代工 結果就是讓我們所有安全體系 全部崩毀 我們有術語造濟 不是簽譯 是造濟的 私立學校的部分 我們的國家 讓私立學校 因為他對台灣的土地人民有感情 邏輯是這樣 邏輯是這樣 所以呢 鼓勵他新學 可是呢 各位你們現在有看到私立學校在新學 然後不是在營利的嗎 沒有嘛 現在私立學校變成是一個財團 他根本從頭到尾就是從學生 從國家 從歲制 能夠得到什麼好處 所以我們這次出來 這是要告訴人民 告訴我們土地上的人民 我們台灣的教育出了大問題 移工跟移民都是用來 被政府用來解決國內的社會矛盾 另外一個我們看到很重要的議題是 馬英九在2018年選舉的時候 承諾要推動社會的一個長期照護保險 就是要推動一個社會福利的相關機制 那最主要是照護 我們老人 病人的長期照護 可是你看他執政這麼多年來 五六年了 那這個社會福利 有一點改善嗎 沒有 那所有的長期照護的病患 那有非常多是由我們的外籍看護工 用非常廉價 非常長時間的血和勞動 去填補這個社會福利的破網 那還有更多人 我們的外籍配偶 我們的新移民 那有很多是以媳婦的身份 在家裡照顧長者 那或是說 或是說一樣以勞動者的身份 在醫院或個別的家裡 擔任居家的看護工 那這個社會福利網的破洞 真的有非常大部分是 由我們的移民工去填補的 那我的祖先呢 在林口區南市埔有塊土地呢 被陸軍司令部占據了 那作為軍地用 在民國九十年 那這個軍營呢 已經有拆除了 已經拆除了 那現在這塊土地呢 沒有使用的一個必要了 所以呢 那這個我們的目的呢 就是說希望政府呢 要沒有使用的價值要返還給我們人民 所以呢我們這邊在做一個呼籲 因為呢我們這個土地呢 它並不是國有的一個財產 但是呢我們的政府 軍營拆除以後 就把它納為國有 對我們人民是一個強戰 是一個強奪 這邊我們一個訴求 希望我們的政府國家 把非國家有的財產 還給人民 這樣子 謝謝你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